大家看一下我這盆莫蘭 是前支視頻給大家分享過 然後給他重新換過了一個新盤 然後這個資料也是換新的了 從換盤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天了 我看著他長的這些葉片也是綠油油的 還有這個根式啊 這裡已經長出了三顆新芽 就是所以說給他換盤的效果也是比較好的 接下來就是給他撕一點緩飾肥 這個緩飾肥可以起到保護根式 還有摧牙的作用 不過在使用之前一定要給他撕試一下 要不然的話太濃會燒傷他的根式 像我這盆的話已經給他用過緩飾肥了 所以就不必要給他再撕了 如果再撕的話還要等一個月之後再給他撕一次 這樣是比較合適的 這個比例是0.5克 對上250克的水就可以了 不要對的太多 因為現在春天了嘛 所以給他換一下盆土 花樣們如果不懂的配質料的話 可以問我 我會告訴大家如何配土 好了今天給大家介紹給蘭花換盆 換土還有適用這個緩飾肥的配比 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